可以在台上當大明星 也能製作泰國表演面具 替小朋友量身規劃的活動 讓爸媽想輕鬆度假 不再是夢想 全這一群來自各國的小小孩 在度假村裡玩耍 進行設計這些托育服務 因為國際度假村集團 瞄準的是家庭客群 海童的課程華樣擺出 主大每一位家族成員 都要玩得盡興 不能互相牽制 對 很方便 然後它的整個體驗也蠻好 怎麼說很方便 什麼都有 然後吃的不用擔心 然後玩的也不用擔心 那這裡就是我們的按摩之道 不要以為只有小孩 大人喜歡的SPA體驗 放鬆按摩 任何活動 聽到叫做smoking浮潛 或是可以協助安排浮潛 在全包市度假村 一次滿足 Clamet is all about nature We are extremely rigorous in the selection of our locations which are always the most beautiful location 結合所在地點的自然環境優勢來規劃行程 以普及道來說 因為臨近卡塔海岸 水上活動也成為最大亮點 現代遊客工作忙碌在國際度假村集團 從行程到內容 孩童照顧全方面都能顧到 遊客可以做到真正享受放鬆度假 巴拉新聞和平李松元在泰國普吉島的採訪報道 除了一站構足之外 其實遊客更注重的是文化體驗 通過傳統文化活動進一步認識當地的歷史 以這個泰國普吉島的度假村來說 就有傳統飲食製作的體驗 甚至還有知名活舞表演可以欣賞 夜幕當中明亮的火焰隨著音樂 就像一條條條的光影上下舞動 普吉島傳統活舞點燃了夜晚氛圍 舞者一個接一個的特技 看得觀眾是目瞪口呆 驚呼連連 很了不起啊 這個我在法國看過很多次 就在馬路上有一些人會 比較基本的玩這個東西的 可是今天晚上 我感覺是一個next level 專業表演不用再專程跑到劇院 這是在泰國普吉島全包式度假村裡就能欣賞 為了豐富遊客在文化層面上面的體驗 把各式各樣的傳統藝文活動搬進村裡 每天輪番上陣 每個禮拜大概還有一天晚上 我們叫做international night 那這個就是會有不同的國籍 他們不同國籍的GO 他們會有一個自己的攤位 那可能是去介紹他們的文化 介紹他們的食物 介紹他們的酒 那這一些他們也可以同時間帶給客人 去認識他們自己國家的一些很傳統的東西 光澤民燈 光澤民燈 發生到現代遊客越來越喜歡體驗不同國家的文化 因此在度假村裡的GO工作人員也是管道之一 我是在村外遊上班的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台灣人 25歲的BLUES剛到普吉島度假村工作了五個月 每天接觸到不同國家的客人 開了眼界 多了見聞 遊客在度假村也能夠認識世界各地的朋友 彷彿置身在國際村 在普吉島的度假村利用傳統文化表演 還有國際人才 營造出更多的文化價值 也讓遊客在體驗旅行上面能夠更深一層 八大新聞和皮李松原在泰國普吉島的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